The Deutsche Vita 是的 這一部就是形容法拉利這一款 ROMA 它的這個產品的設計重點 它的核心當然就是強調於在於說 時尚全新的生活型態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外型設定相當的優雅 那配上這個法拉利獨特的F1技術的渦輪追壓引擎 我相信駕馭起來的話 一定非常的讓你感到愉悅喔 迫不及待想要試駕它的性能表現是怎麼樣 看到ROMA的第一眼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這個跟印象中傳統的法拉利那種賽車風格 跟比較外型的那種空力套件的那種視覺的感官是不一樣的喔 它顯得比較優雅許多 相對第一眼你也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動力的部分 那這一次呢因為採用新的這個汽油過濾系統 還有新的排氣系統喔 所以相對於它 馬力輸出增加了20P 然後引擎的聲浪 來得更動感 那行李箱的部分 可以看到裡面或許空間不是很大 但是 它提供的這個 每一部新車都會有的這個車罩 然後還有這個手工具 那手工具這個部分要顧好喔 不然 又說不定一不小心就被人家摸走 拿回家當紀念品了 打開車門 我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就是 這個全新風格的這個座倉設計喔 駕駛座跟乘客說是完全獨立的空間 再來就是這一次ROMA的重點就是 這個前面啊 16吋的虛擬儀表了喔 這一次的虛擬儀表提供了三種模式的風格選項喔 第一個傳統的典型的這種轉速表在中間的方式 第二個就是這個全螢幕的導航功能 再來是新設計的一種賽車風格喔 而且呢 傳統的跟賽車風格的螢幕的顯示呢 在娛樂跟導航還有行車資訊的部分呢 你都可以針對你個人的需求喔 去選擇說要呈現的方式跟風格是什麼 另外在這個CarPlay部分的同樣 你接上手機之後呢 這個它會用鏡像的方式喔 在虛擬螢幕當中呈現 再來 在副駕駛座前面呢 也有一個行車資訊螢幕喔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 最近這幾年呢 法拉伊會提供給客戶選配的項目 在ROAM上面呢 也沒有缺席喔 讓副乘客呢 在車上的時候呢 也有參與感 知道說 現在車子的行駛狀態是什麼樣 當然說那麼多 最後 我已經抱不起來想要試駕這個車 想試試看ROAM開在台北街頭的感覺喔 為什麼剛剛提到這個ROAM 這個是算是法拉利的一個全新的 一個生活形態的產品喔 因為你看到車上 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虛擬儀錶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 它把ADAS也列入標配 ADAS那等於是說 車上有這個ACC的自動跟車嘛 前後車距啊 的這個控制啊 然後讓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 定速巡航的時候 你不用去管油門 你只要定速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動的跟著前車 維持一定的距離 然後一直往前跑 然後另外它也可以有一些 比如說碰撞預警的功能啊 然後車道偏移的這個警示的功能啊 這些就跟現在大家對時下的這種 休旅車在購買時候的條件啊 是一樣的 那這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喔 法拉利以前從來沒有提供給 這個車主這些東西喔 這一次的這個ROAM 改變了我們對它的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行車模式的切換喔 它現在這個Maladin喔 它有Wed 施定模式 還有Comfort模式 Race模式 沒有,Sport啦 Sport模式 再來是Race模式喔 總共有四種選項 那比之前的三種選項要多一些喔 保守一點喔 我們來用Comfort模式好了 它的油門的反應真的我才 點一下下而已 你就可以聽到那個引擎的聲音 立即有反應喔 這引擎真的是 畢竟這一顆引擎喔 就這個法拉利來說 它其實已經連續在這個引擎大獎啊 拿了很多獎 所以相對它引擎的精度 其實非常高的 而且你在高轉速運轉的時候啊 轉速經常都是以7000、8000轉速 在跑道上面跑喔 嗚呼 哇,我沒想過 這個車可以跑起來是 這麼的順喔 這麼的輕鬆耶 它這個油門下去的時候喔 那個轉速瞬間拉上去的感覺啊 你會覺得有點害怕喔 為什麼?因為真的太快了 那個力道 620匹齁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這樣的動力設定 我覺得如果對這個 第一次購入法拉利人來說的話 我相信一定會非常的high喔 一定會非常的開心 哇 這些自排變速箱真的好聰明喔 8速的檔位的齒比啊 非常的綿密 然後呢 它也兼顧到了這個 除了動力之外啊 也兼顧到油耗方面的表現啊 就是用自排模式的情況下 快速道路上面就這樣一路 八檔 1000轉的轉速你就可以順順的這樣子開了 你說這樣的一個轉速會耗油嗎? 保證省油的嘛 這個ROM表現啊 我覺得已經讓我非常滿意了 如果你已經訂了這部車喔 如果你已經訂了這部車喔 1280萬元嘛 我相信你已經等 迫不及待想要趕快拿到車喔 當然我比較幸運的 比你們早一點時間開到這部車 比你們早一點時間開到這部車 好的各位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新車試駕的訊息還有內容啊 當然要請密切關注我們TOPPEAR的頻道 而且要記得訂閱跟打開小鈴鐺喔